李三有家住在唐山市某个村子 故事发生那年他大约48岁 其育有一子一女 女儿岁数小尚未出嫁 大儿子已到婚娶之年 经过村里一个婶子介绍 认识了本村里的王姑娘 两家人谈好结婚事以后 李老汉就开始张罗着建新房 九十年代那会儿 李老汉一家人住的还是镇厚的土坯房 于是李老汉就找到了大队 找村长要了一块新地基 新地基离老房子不远 李老汉就招呼了亲朋好友 又请了几个泥瓦将 几个月后 这宽敞明亮的新瓦房就盖好了 李老汉一家人高高兴兴的住进了新房 此后不久儿媳妇就被娶进了家 儿子能干儿媳妇孝顺 李老汉夫妻俩看着那真是高兴 婚后的第二年儿媳便怀孕了 那时农村也不讲究养胎 虽然怀孕了 可这儿媳妇也闲不住 家里家外收拾的干干净净 李老汉心疼儿媳妇 就劝他好好休息 别累着 几个月后儿媳妇生下一个大胖小子 这可把李老汉给高兴坏了 李老汉一有空就抱着大孙子玩 那大孙子看见爷爷也总笑 一家人开开心心的献杀旁人 可是一年以后儿媳妇就发现不对劲了 小儿子一条腿不会动 而且嘴边常流口水 这夫妻俩不放心 带着孩子去医院做了检查 可这一看 夫妻俩差点晕过去 儿子被诊断出了脑瘫 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如五雷轰顶 一下将李老汉家往期的幸福气氛 积得粉碎 李老汉发愁啊 经常抽着汗烟抹泪 小夫妻俩一看这个就开始商量 别让咱爸这么伤心了 咱们再生一个吧 两人一合计 第三年的时候又生下了个女儿 这女孩长得随他爸爸 很漂亮 很是招人喜欢 可是怪事又发生了 等到孩子过了周岁后 这孩子也被发现了脑瘫 这可真是祸不单行啊 李老汉愁上加愁 整日抽烟以泪洗面 小夫妻俩更别说了 伤心到了极点 李老汉的老伴就哭着对他说道 老头子啊 咱家这是招惹了哪位神仙了 俩孩子咋都得了这种怪病呢 哎呀 我哪知道 敢明我去问问明白人 无独有偶 这里面肯定有啥事 李老汉敲了敲烟袋锅子 第二天 李老汉就突然找来一位风水先生 他将家里的事就跟风水先生尽数说了 老弟别慌 我看你这房子是新建的 之前倒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怪事 依我看 问题多半出在这新宅子上了 别急 我这就给你看看 老先生从兜里拿出红线 在院子里比划了半天 随后又拿出罗盘 在房前房后 又反复测了好几十遍 最后 他在西墙角的位置站定 他看了李老汉一眼 随后说道 从西墙角这往下挖 下面有铁器 李老汉一听忙把大儿子叫来 爷俩拿着铁稿和铁仙就挖了起来 最后在地下一米多的土地里挖出一个铁盒子 李老汉将铁盒子拿上来 交给了风水先生 风水先生打开一看 里面是两个木头娃娃 一男一女 两个木头人手里都拿着一颗核桃 老弟啊 你是不是得罪人了 快把这两个木头人拿走 埋到村头岸边的槐树下面去 李老汉不敢怠慢 吩咐大儿子将木头人拿走 一定要按先生所说的办 李老汉送走老先生 他思来想去 也没想到曾经得罪过谁 李老汉只得认猜了 次年 小夫妻俩又生了一个儿子 这个小儿子一直到了两岁 依旧健健康康 随后小夫妻俩又生了一个女儿 也很健康 看来风水这东西 真的很难说清啊